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马仙的传说 在东北民间一直流传很久 民间也叫看似的 他家里就是一个这样看似的 按照他的说法 从他奶奶那一辈 家里就进了一个胡三太爷 就是胡仙一直就供奉着 据说是他爷爷有一年上山砍柴 救了一只老狐狸 那老狐仙报恩 结了个善缘 去了他们家 所以他们家也因此得名 成为当地著名的看似的 普通村民就不用说了 好多当官的 都要千里迢迢赶过来 就为了求胡三太爷给看看 还有好多神秘人 由当地政府官员陪着 开着说不出来名字的车 车牌都提前遮住了 不知道是什么大任务 要说起来 这胡三太爷看似也确实准 只要这个人进来 他的生平往事 前世今生 都是一项一项说出来 不会有半点差错 按说这种家庭出来的 肯定对这些事情笃心不疑 但我这个同学却不是 不知道为什么 他天生就对这些事情特别厌恶 家里营绕不去的香辉味 来来往往的陌生人 连带着家里供奉的胡仙楼 他都特别厌恶 他奶奶去世后 出马仙由他大姨继承 他就窜夺他父亲搬了家 离他们远远的 但是后来经历了一件事情 才让他终于开始相信了 那是他爷爷去世那年 按照这边的规矩 亲人想要和他爷爷对话 就需要请一个大仙 召唤爷爷的王魂附在大仙的身体上 通过大仙的身体跟亲人对话 我同学从小就讨厌这些 所以对这些完全不信 各种阻挠 但是他父亲却对这些赌心不疑 死活要请先上身 看看老爷子还有没有什么未完的遗愿 我同学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跟父亲一起去请先 当场揭穿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 出于亲戚考虑 他没让父亲去大仪呢 而是随便在他们村子找了一个走姻婆 东北的小山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信这个 所以姻婆的地位很高 他们到了那里时 前面还有几个人 基本上全都是哭着出来 连声向大仙道谢 我同学也假装对大仙毕恭毕敬 内心深处却嗤之以鼻 想着待会儿就让他露出马脚 轮到他们时 大仙让他们进去 那是一间阴暗潮湿的屋子 窗户上盲着一层黑布 里面供着一个香暗 点着蜡烛几个扑短 我同学回忆 那个屋子非常特别 首先是非常压抑 连个窗户都没有 更重要的是 很冷 他一进去就禁不住打了个哆嗦 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温度至少要比外面低了十几度 后来他才知道 国外一些民间找鬼的机构 在鉴定一个地方是否有鬼 阴灵 是 最主要的判断依据就是 这个地方要比旁边的温度低十度 虽然有些古怪 但是他并没有退缩 他站在一旁 冷眼看着大仙表演 那大仙念念有词 嘀嘀咕咕说了一段谁也听不懂的话 接着开始做法 他做法比较简单 就是在水盆里打了半盆清水 然后在脸盆里放了三根筷子 三根筷子漂浮在水盆里 一动也不动 那大仙念说 他现在要去请他爷爷上他的身 让他们仔细看着 只要那三根筷子从水盆里立了起来 那就说明上身成功了 有什么话就赶紧问 鬼上身很辛苦 他坚持不了多久 我同学冷眼在一旁看着 随着那个人嘴里的捣鼓的话越来越急 水盆里开始起了一阵阵涟漪 接着那三根筷子 开始在水盆里缓缓转动了起来 我同学这时也紧张起来 一动也不敢动 不过他毫不害怕 他读过类似的报道 知道好多江湖术史 看起来可以通灵遁地 无所不能 其实就是弄的障眼法 跟现代魔术差不多 像是把手放油锅里 其实就是在油锅里放了棚沙 那东西四十度就会沸腾 看起来是一滚热油 其实把手放进去 连烫都不烫 那三根筷子 在水里转动了一回后 奇迹出现了 就在他们眼皮底下 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 那三根筷子突然间就崩直了 猛然直立在了水盆里 这个事情就非常惊悚了 可以说 这种诡异现象 已经足以颠覆了 现代力学原理 科学上完全无法解释了 同学的父亲 本身就对这些事情 笃心不疑 这时马上跪倒在了蒲团上 连声呼唤着他爷爷 开始问话了 说实话 我同学当时心里也直发毛 在那个阴森森的房间里 蜡烛的火苗上下窜洞 大仙窝在地上 翻着白眼 眼皮乱窜 像是眼睛里有什么虫子 在里面乱钻 那三根筷子 笔直地竖离在水盆里 像是接受检阅的士兵 一动也不动 他使劲骂撒了一下头发 心里给自己鼓了鼓气 然后两步走到了跟前 一把就抓住了 那三根竖离起的筷子 接着接着他忍不住 浑身站立了起来 因为他当时一下子 就感觉了出来 他握住的并不是筷子 而是一只手 那只手冰冷冰冷的 像是握住了一块冰 一时间也忘了松开手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听见 那个大仙说话了 但是那声音并不是他的 而是一个很苍老的声音 他嘶哑的嗓音说 小伟呀 你抓爷爷的手干啥 我同学吓得浑身 哆嗦了一下 腿脚一软 一下子跪下了 因为 因为那声音 确确实实是 他爷爷的声音 这时 他爷爷又一次开口了 叙叙叨叨 说了一大堆 他小时候的事情 好多事情 他根本不知道 好多事情 模模糊糊有些印象 想到了爷爷 当年对他的好 他不由跪倒在地 泪流满面 后来 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他大学时期的女友 本来非常活泼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有一天晚上 突然间精神错乱了 嘴里哭喊着 大家都听不懂的话 死活就要跳楼 被紧急送往医院后 医生鉴定是精神分裂 要赶紧送往精神病院 他不愿意将女友送到那里 他觉得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 他这时候想起来出马仙的大仪 于是和女友的父母商量后 他们赶往了大仪家 开始了第一次出马仙 没想到 这次出马非常成功 胡仙当场指出 这姑娘被恶灵附身了 那是一个几年前 在学校自杀的女生 怨气极重 想要害死他女友 胡仙很快驱除了邪灵 他女友也恢复正常了 这个学校他也不敢再待 很快办理了休学手续 后来就出国留学了 两个人也断了联系 从此之后 他就开始相信鬼神了 也恢复了他和大仪家的交往 他大仪告诉他 东北传说的五大仙 是真实存在的 这五大仙 其实就是五种 最容易通灵的动物 这些动物吸收日月精华后 逐渐开窍了 开始修炼 但是修炼到一定程度后 就会发现 光修炼不行 还要积累福报 等福报多了 才能转世成人 继而成仙 所以所谓的出马仙 其实出马的这个人 什么功力都没有 全靠仙家附身在他身上 借用他的身体做法说实 而仙家靠给别人 取些解疑 会逐渐积累福报 等福报够多了 他就可以转世了 所以对于出马仙来说 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一般都是随意给 因为钱财对仙家来说 没有任何用处 可能只是给自己子弟 出马的人 一些回报而已 我同学后来问他大仙 这五大仙 已经修炼到了这么高的级别 那他继续修炼后 是否能成仙呢 我大仙摇摇头 说他也和大仙沟通过这个问题 大仙的意思是 他们福报够了后 就去转世 却并不会成仙 而是成人 人要比动物高出好多级别 也只有人 才能继续修炼成仙啊 他大仙还说 其实你仔细观察观察身边的人 好多人长着一副狐脸 猴像 鱼脸 而且神态和性格 也都很像这些动物 其实他们前世就是修仙的动物 刚刚转世的 我同学又问他大仙 那人能否修炼成仙呢 他大仙坚定地点点头 当然可以 你想啊 这些动物千万年修炼 才能修炼成人形 这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成仙啊 后来 我这个同学就开始研究宗教 去好多地方寻访高人 去古庙老寺 找人谈佛论道 后来人就越来越淡薄 越来越有仙气 成天穿着长袍布鞋 谈旋论道 话也越来越飘渺 跟我们简直无法交流了 再后来 这个同学就去中南山归隐了 在半山妖租了一个小院子 种茶读书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做了一个饮饰 偶尔 我也会去看看他 在他那边住几天 他养了一只黑猫 黑猫看着我 眼神不善 躲躲闪闪 厌恶地叫一声 扭过身子 当天晚上 我一觉醒来 月光下 发现这只黑猫 阴森森地看着我 然后在我大腿上 狠狠抓了一把 深刻见过 血流不止 我同学就笑了 他说 中南山有好多人 相信自己能成仙 所以就带一囊梁 一条水 一落书 把自己封在山洞里念经 希望可以成仙 但是都化为了一句枯骨 他说 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成仙 但是他希望这世上有仙 要不然 这尘世岂不更加无趣 他说 那只黑猫和你前世有怨 不要怪他 他说 前世你是东山猴王 他是北岭猫妖 你路过北岭时 烧了他的府邸 所以他今生 要还你这一宝 他说 渊渊相保何时了 该断则断 三年前 我还收到他邮寄的一枚红叶 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去年 我去中南山找过他 那个空荡荡的院子 已经没有人了 当然也没有了那只黑猫 在那只黑猫 经常握着的那块青石板上 留下了一型淡淡的墨字 缘分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